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講的事情是關於感情事件 打遊戲機跟女朋友之間必須要拿到平衡 否則難搞 台灣有一個女生在Facebook在慎 日前跟男朋友去街時打火鍋 吃不夠30分鐘時,她的兒子就吊了她 她說吃那麼慢,吊女老母臭氣,浪費時間 更規定她要在3分鐘內吃完邊爐 我吊女老母3分鐘,怎樣打完邊爐 是不是瘋了 兒子就說,一小時真的會馬上離開 吊女老母,吊女老母3分鐘真的離開了 就留下女兒 但女兒就沒有帶人包在身 真有趣,不帶人包也有 走完之後更加打電話給女兒說 我正在打傳說對決,排位 沒空 還跟女兒說,你沒錢給就洗碗 這兒子這麼瘋的 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人瘋到這樣? 吊女老母,拿個邊爐吊女老母 不會的,大家不要亂來 吊女老母,立刻站起來轉身就走 等一張單給她買,吊女老母不吃就不吃 昂貓,有些稀行嗎 還有大家最緊要記得帶銀包 真有惋大鑊 那繼續說下去,剛才說到那傻子 跟女兒說沒錢就洗碗了 幸好後來,台灣的女孩遇到一個很好的店員幫手 幫了她 後來這個女孩提出分手和男朋友 但又考慮想再給男朋友一次機會 這兒子不瘋要啦 吊女老母,還給他什麼瘋的機會呀 妹妹,是不是有事呀 那網民看完整個經過之後 都叫台灣的女孩放生這條瘋樣 這兒子沒瘋得夠的 更加就說,這兒子那麼瘋喜歡排位 給他一個排位 他這個排位就是神主牌的位 就是驟救他死 就說台灣有一個女孩在Facebook Group 爆料公社分享 就說自己獅子座的男朋友 是超級無敵無耐性 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是不會只有12種人的 所以我覺得星座這些都是參考一下 是開心一下 有些都挺有趣的 就不要說過度是迷信 繼續說下去 每次吃飯的時候 他兒子吃第一口的時候 就開始吹咎他 吃快一點 吃這麼懶惰 吃快一點就不行 你是吃這麼懶惰 下次就不會等你了 逼咎女兒 盡量吃東西吃快一點 這麼懶惰病態 吃東西都吹 吹你媽媽 吹你媽媽 生雞仔 混蛋 雖然我吃東西很快 但我真的很討厭被人吹 你吹什麼 吹你媽媽 吹 你報紙仔 你報紙仔 響零仔 吹你媽媽 這麼懶惰 那次他們去街 其中有一餐 就剛好去吃火鍋 正常都會慢慢 灑一下灑一下 來吃 過癮喝啤酒 但是呢 那男朋友 就說 吹你媽媽 臭氣 吃快一點 又是那些屁股 但原來 之前 那個女生 就跟他男朋友說定 就說 待會會吃慢一點 你要答應 那個女生 就說 等你先吃完 即是之前談好了 所以才打火鍋 誰知道 過不夠20分鐘 他女生又開始發瘋了 因為他自己吃完東西 又發瘋了 他又說 很麻煩 把火鍋料 即是通常 我們吃東西 即是我們打火鍋 就夾起一塊牛 一塊一塊 錄完一塊 吃完 然後再錄下一塊 他女生就不可以 他女生說 一炮過 把食材都倒進去 那邊爐裡 吹你媽媽 什麼人來的 這些 飛了他 這些不是感情問題 其實 這個女生本身就是瘋狂線 不要跟這些瘋子一拍拖 吹你媽媽 這麼多兒子選 你媽媽 這些瘋狂 沒想得夠 真是浪費 繼續說下去 這個女生 即是這個樓主 他本身 大家情侶去街 開心仔 誰知道被人扔在餐廳 最後就是一個男店員 看到這個小女生在哭 過去問他 做什麼哭 於是樓主就告訴他 經過 居然這個店員主動幫他付錢 還給多了500元的台幣 去搭車回民宿 更加好言相向 好言安慰 什麼好言相向 講什麼 好言安慰 OK 當下感動到 小女老婆好哭 哭 就說 一個陌生人居然對他這麼好 為什麼男朋友這麼好 最後呢 他跟店員交換了Line 嘩 屌女老婆 這次 溝到兒子 就說 之後回去還錢 我當然這樣說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屌女老婆 這麼臭 我覺得這個店員不錯 我覺得可以一試 人生的東西 回到他家裡的時候 這個樓主 就看到屌女老婆 他居然在床上打機 還在玩手機遊戲 完全是不關心 他為什麼回到來 樓主後來 因為太失望 最後呢 跟男朋友 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他居然就說 打機排位是很重要的 你會搞到我跌升的 說什麼人來的 就說自己快升了 所以一口氣升上去 後來樓主又大腎 男朋友每次見面的時候 都只是想屌嬉 出街拍拖 就在那裡打傳說對決 所以就生氣到跟你分手 你這兒真的鬆不屌 他純粹就是想屌嬉 就不就是想拍拖 真的不知當你是什麼 阿妹 這兒子飛了他 沒有想救了 屌女老母 還有他人都是屁股的 你看到他 打邊爐 屌女老母 全部火鍋了 屌女 你有沒有推進去那邊爐 這些還不是傻乞 哪有人這樣打邊爐 我真的沒見過 屌女老母 很臭屌 通常你逐樣來 聊聊天 灑一下灑一下 吹一下水 喝啤酒 吃夠肉 聊幾句 又錄一下菜 錄一下烏冬 然後分幾輪吃 怎麼會 一來到全部火鍋 我都推進去那邊爐 屌女老母 那些傻乞 什麼人來的 這些感情的東西 我不敢屌他 為什麼要這樣打邊爐 你想怎樣屌女老母 有病 是不是腦有事 這些人飛了他 然後件事還沒完 就說這個樓主 透露 他男朋友後來承諾是願意改過 希望這女兒 給他一次機會 令他心裡 心大心小 他這裏寫天人交戰 屌女老母 什麼東西是天人交戰 好像很厲害 拍拖而已 不用天人交戰 兄弟 不過 網民看完經過之後 就意見 完全一致認為 應該那段是斬攬的 是啊 我也覺得斬攬 就是跟那些瘋子的人 是很難搞的 甚至有留言說 樓主是否喜歡被人虐待 所以就一直忍受 那些人就說 如果給我的話 直接連民宿都不能回 你老母 其中 有不少網民 是建議樓主 可以考慮一下 那位新出援手的男店員 剛才有個男店員 走來問女兒 你幹什麼阿妹 然後幫他埋了一張單 還給了五個水 坐車回家 這些兒子去哪裏找 就問他 有沒有考慮過男店員 好過你兒子 一萬倍 我也覺得是男店員 你交換了拉 去馬吧 這些兒子去哪裏找 反正你兒子本身都是含家產 又打牌位 打到女兒都不理 接著又說些希臘說話 什麼沒錢留下洗碗 我最生氣就是你打邊爐 把材料一次過推下去 屌你兒子 誰打邊爐把材料推下去 就是含家產 屌你兒子 打邊爐不是這樣打的 應該是一塊肉兩塊肉 煞一下煞一下 大家聊聊天 喝啤酒 吹一下水 這樣很過癮 屌你兒子 一次過把材料 屌你兒子 在那些材料 推下去火鍋 屌你兒子 吃屎你 浪費了鍋 屌你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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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媽媽 我原來這裡很在意 屌你agar 屌爸 我根本不是會發怒 如果女兒 Science 我沒有跟我的嚴重 你們 chat 穩固 屌你哥媽 屌你 гал 你這樣容不anche 我這樣吃火鍋 網友留言 屌你 me 你沒有必然這樣吃火鍋的 如果我跟人吃火鍋 一次過把這些弄起來 我一定會丟掉他 真的沒什麼拍拖 我一定一句 你幹什麼 你丟你老母 他其實很簡單 魚皮餃菜肉 一次過弄到火鍋裡 白癡呀 智障呀 你老母系 什麼人來的 你老母真是傻系回家 我又想起那張sticker 我媽媽叫我不要跟傻系玩 我想起那張 好笑 這樣講多一陣 吼你老母的兒子 飛了他 根本他就不愛這女兒 妹妹他當你垃圾 如果他真的愛你 怎麼這樣對你 有狗你自己 沒有人理 又無助 自己沒有錢給 坐在那裡 然後兒子他想到哪 兒子死了去打機 吼你老母 這些人早飛早著 他回家睡覺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找個個 講到這裡 本身這一集 我們打算講四五分鐘 尤你老母講了十分鐘 真是瘋狂 那都是個緣分 無緣無故 做多了五分鐘 這麼有趣 那講到這裡 我覺得特別 那這樣就夠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